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疫情变化相当快速 4号确诊数就突然飙升超过6000人 比前一周多了一倍 根据统计的近期新增的确诊病例 有75%都是感染Delta病毒 英国首相强森表示 如果按照原定时程解封 Delta病毒可能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 Delta病毒起源于印度 是在去年10月被检测出来 之后被WHO列为需要关注的变种病毒株 根据全球最大病毒基因资料库的统计 全球目前已经有66国发现Delta变种病毒的踪迹 之后又以英国病例最多 截至8号为止已经有超过2万人感染 从5月底到6月初 疫情本来趋于稳定的澳洲墨尔本 中国广州 斐济也都因此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而Delta病毒之所以更具传染性 在Delta病毒的刺涂蛋白有三个变异 一个可以增加与人体细胞上ACE2受体的结合 加强病毒的复制能力 一个可以绕过人体免疫系统 另一个则是能够促进病毒与人体细胞融合 进而让病毒传播更快速 因此比起只有一个变异的Alpha病毒 Delta病毒引起全球更多公卫专家的忧心 那根据传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 是不是也更致命呢 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因果关系 但有可能导致重症的几率增加 根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对38000名确诊病患的分析中发现 感染Delta病毒的患者在14天内变成重症的几率 是感染Alpha的2.6倍 那大家可能也会怀疑现在变种病毒株越来越多 比他们早研发出来的疫苗到底还有没有防护力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研究数据显示 接种完两剂AZ或辉瑞疫苗之后 不管面对Alpha或Delta变种病毒 都可以达到良好的防护效果 就算感染也能免于重症和死亡的威胁 但如果只有接种一剂 对Delta病毒的效率就只有剩下33% 比对Alpha的50%来得低 因此英国卫生大臣也不断呼吁民众 尽快打完第二剂 全球最大跨境电商亚马逊的执行长贝佐斯 年初才宣布将在7月5号卸下执行长的职务 而7号就突然在个人IG上丢出震撼弹 表示7月20号也就是阿波罗11号登月52周年 他和弟弟搭乘自己创办的太空公司 蓝色起源的太空船展开太空旅行 完成5岁时候的梦想 如果计划一切顺利 贝佐斯将会超越马斯克 成为第一位体验太空旅行的亿万富豪 蓝色起源这趟太空旅行预计飞行11分钟 会在距离地球表面100公里的上空 也就是太空跟地球大气层的分界性卡门线停留4分钟 让乘客体验太空失重的感觉 另外蓝色起源设计太空船也强调大片窗户 确保座舱里6个位置 每个角度都可以看见太空 而这张旅程除了贝佐斯和弟弟之外 也开放了一个座位 让一般人可以开价竞标 虽然蓝色起源从来没有公布过一张票到底多少钱 但截至7号这张座位的拍卖价 已经达到280万美金 相当于8400万台币 不只贝佐斯对太空商业旅行这块版图有野心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所创办的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以及维珍航空创办人布兰森创立的维珍银河 都是目前正在发展太空商业旅行的民营公司 也是蓝色起源潜在的竞争对手 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的行程内容比较接近 都是升空到100公里左右的太空边缘 让乘客体验几分钟的失重感 那两则不同的是太空船的飞行原理 蓝色起源的特色是利用可重复回收的火箭作为发射器 将乘客所在的太空舱发射到太空去 维珍银河则是透过向飞机的飞行器将太空船运载到平流层 之后再借由太空船上的火箭引擎加速飞到太空边缘 而SpaceX从一开始就计划飞到其他的星球 因此他的火箭是能升空超过300公里 体验太空的时间也可以拉长到好几天 不过一趟动辄千万的太空旅游 市场真的有大到足够支撑整个产业吗? 前维珍银河执行长怀特·霍兹就表示 他们第一波针对的是身价净值1亿5000万台币以上的客群 而全球大概有240万人符合这个条件 考恩投资银行针对这群人调查发现有39%的人愿意花725万台币 购买维珍银河的太空行程 另外随着太空旅游发展越来越成熟 票价也会随时下降 到时候买得起的潜在客户预估可以增加10倍 目前除了蓝色起源 确定7月会第一次载人上太空旅行 SpaceX也计划明年1月在4个游客前往国际太空站 而维珍银河也预估明年初可以正式推出太空行程 历经8年协商全球税制要有重大改变了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七大工业国G7财政部长会议 6月5号达成一个指标性的协议 支持课征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 并要求企业确实在销售商品跟提供服务的市场纳税 停止在低税率国家申报利润 根据金合法组织OECD预估 如果全球最低企业税开始执行 跨国企业每年在全球各地要多付500亿到800亿美金的税金 这些协议资金丰富的产纵 这些协议资金举行是一方面的问题 给很多国家创造了十多年 这些加拿大贡献的贡献 责资金举行与贡献的责任 在美国和全球世界上 更多的低伤会是会发生的 工作人員 很多國家也有興趣 在改變這個動作 根據現行的國際租稅制度 跨國企業就算在部分地區獲得較高利潤 也可以合法選擇在稅率比較低的國家 設立分公司來申報利潤 因此常年下來 各國為了吸引跨國企業投資 涉點演變在企業稅率上 消價競爭的惡性循環 部分國家降低對企業課稅 也不只讓稅率較高的國家 像美國、英國、法國的稅收減少 也會導致當地的本土企業競爭力下降甚至倒閉 進而影響國內中產勞工階級的工作機會和權益 因此這項由美國提出的課稅計畫 可以說是改造全球稅制的底層杯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就表示 協議確保了公平性 讓對的公司在對的地點付對的稅 根據目前達成的協議內容 同各國政府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 訂定國內的企業稅率 但如果跨國企業在特定國家的稅率低於15% 他們的母國政府可以追徵補足到15% 微消息傳來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德國財政部長蕭茲會後就提到 稅制改革對落實稅務正義是好事 但對號稱避稅天堂的國家來說 恐怕是壞事一件 像愛爾蘭長期推行12.5%的企業稅 吸引蘋果、臉書、Google等跨國企業 來這裡設立歐洲總部 參支部長多諾霍就表示 如果最低企業稅開始實施 愛爾蘭將會損失24-29億美元的企業稅收 而雖然臉書、Google、亞馬遜等跨國企業 都將因此支付更高的稅金總額 但臉書和Google不但沒有抗議房來表示支持 臉書全球事務主管克萊格在推特上表示 臉書長久以來都主張改革全球稅制 因此很高興G7能夠獲得重大進展 不過G7會議達成共識只是個起點啦 協議能否真正繼續進行下去呢 關鍵是7月即將在威尼斯登場的20國集團G20集會 到時候才能確認協議是否受到大部分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支持 進而進一步討論相關的細節 好啦 以上就是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那最後再補充一個訊息 上星期六月四號是六四事件的三十二週年 照慣例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市民都會在這一天或前幾天舉行大遊行 當天晚上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紀念六四事件 是非常具指標性的活動 不過今年相關活動的申請跟去年一樣 再度以有可能群聚感染風險的原因遭到港府禁止 尤其今年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一個六四更受到關注 最終不少是民選在街頭舉起燭光或手機燈光 傳達紀念和拒絕遺忘的態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順便追蹤我們的IG帳號 輕鬆跟上有意思的國際新聞 為之聲我們下回見 最後要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翁逸順 宗宣厚 九面 應中豪 張宇安 炒飯小子 王俊哲 金爪機械 傑森林 衛酸人 民視科技有限公司 查克蘇照相館 泰梯蔡 福守 M 兵式卡車 黃蜂 01 James Lin 泛設計 室內設計研究室 CZH 還有 Joseph Chan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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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